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三形态的闪现礼拜 啥玩意儿 杭者不是有很多可以主动释放的装备技能吗 但是说来话短 我们短话常说 有一些装备技能可以跟闪现礼拜产生不同的花旋反应 在一集游戏中根据不同的团战情况 看一些合适的装备技能 我我就能打出一些出其不一的效果 哇 害你别再一口气上不来 我可不复杂 哎呦走开你个乌鸦嘴 这集游戏我就使用了三种装备技能 打出了礼拜三形态的效果 故事开始一分钟雪豹刷新我们把握好随机 推掉对面的第一个雪豹 然后一路向南 走过小溪 探过小河 穿过草丛 遇见老友 打个招呼 嘿你死了吗 还没呢 哎呀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也不 然后回来继续向南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 我只是喜欢跑车 听着风的声音 好像一切烦恼都已经离活远去 鸡鸡都骗了 这就要闪 普攻打下 技能都在冷却 现在吃第三个有点危险 我们绕一下 最后成功解锁万人迷称 我说 都不能别玩了 好吧 不玩了 才会 身为一个优秀的李白 我可是很细节的 用心的观察到身边的每一位残驱 然后利用一技能加闪现的超长位移进行收割 随着对决的进展 我的第一形态 给敌人减速流李白 也基本上成型了 带了波线 线进不去 那我们直接推 好塔多摩 差不多就行了 看不了 等会偷偷再来一次 这个时候 赵云不乐意了 回头刷个大 再给个减速 掉头就走 他根本就不上 但是又舍不得我 于是就这样 不知不觉中便把自己 送进了我跟队友的圈套里 人来了直接反打 两端一技能上去留下活五 再回来 酷一吃臭云一个大 反正你别管 反上 接下来是第二形态 控制流李白 适合打团 关键时候这么控一下 能让自己更方便的刷大 还能留人 甚至打断对面的技能 试问打团的时候来这么一下 谁扛得住 那你这不有作用 所以 才有了这第三形态 加速流李白吗 车里我敢肆无忌惮的偷他 就是这件装备给了我勇气 路头以减速流的只能逃跑 他还可以快速的支援 就比如这波 开启加速 让我能够紧跟兵线 快速的赶到对面水晶旁边 打跑生病 带走自己 但这一往无前的气势 天使深深的影响了队友 带领他们拿下了游戏的胜利 你赢没影响队友 我不知道 但你是真会给自己招募呀 我这局就是突发奇想 觉得这么搭配很好玩 所以试了一下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 觉得很好玩的套路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说 我来帮你测